今天的AT个股推介是《龙原电力916》 简选原因是港股维持上落格局 部分资金持续趋向流入 已经调整较深或落后的股份 内地公用股例如绿电相关股、水母股、环保股 拥有国企背景、低估值、高息率等优势 而且部分股价亦偏低残 预料会持续吸引资金流入 其中可以关注封电仍然交付旺季的龙原电力 财信证券指出预料第二季和第三季度 是封电交付的旺季 看好封电设备的行程 龙原4月份的发电量是751万兆瓦时 安年增长13.7% 其中封电增长17.2% 头4个月内计发电量是2711万兆瓦时 安年增长9.2% 其中封电增长12.6% 策略上,龙原的股价4月足底反弹 升穿2月份以来引申下降轨 昨天收报8.8.5% 建议在8.5级纳上网9.8% 跌穿前底7.8.7% 适宜止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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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